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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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shout it for you For better hours, every day we need sunshine You know that how we feel like, that's why we make it alright So show my heart, we stand with you everything 余生俱来的洒脱,从不会被削弱 点缀着梦的一刻,用快乐的爱紧握 与幻想擦肩而过,却在现实中颠簸 试着用自信的态度,不会再陷入窘窃的漩涡 谁把握住多少的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谁的另外一种散乱生活,有梦想的脉破 完美的情感受,晴云的不光被磕 视线太阔,阳光的天空,梦想来触摸 谁把握住多少的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期待我,一种闻いる campus 所以我们将为我们置く 噢 无 captive 便宜想的脉破 完美的情感受,幸运的不光被俘广 视线开口,阳光的天空,梦想来触摸 这业绩上不去 真相只有一个 都是笨蛋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 这客户一上门 你们就要使出浑身的劲 去垫它 垫它 垫晕它 别说是房子 就是狗屎也买光了 你们说 你们哪一个会放电 你 我说 你是在放电呢 还是在勾引呢 你是想让客户到我们这里 你来买房子 还是想让他去泡你 去打女朋友 还有你 你说 你哪来那么大杀气 我是让你放电 你把眼睛盗那么大 把我都吓薄了 更何况是客户呢 为什么满大街都是漂亮妞 她怎么就找一个会放电 就这么难呢 我算是输给你们了 对不起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这君寿楼小姐吗 看到没有 这就是放电 我们要让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客户 以为买了我们的房子 他们的老婆就会变成这样 要让那些没有结婚的客户 以为住进我们的房子以后 就能够找到这样的老婆 听明白了吗 您是经理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寿楼中心的行列 说实话 我干这行已经很多年了 我肯定 你就是干我们这行的寿楼奇才 那谢谢经理了 你真是个大好人 我不但是个大好人 而且还是你的伯乐 明天呢 就开始上班吧 那是否可以预支一些保底薪水呢 按照公司的规定是不行 但是 您可以的 对吗 你学的是国民经济管理 是的 就是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计划 组织 调节和监督 从客观上来讲 就是对国家宏观调控 进行间接调控 大局关系来说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要是你当上国务院总理 那么你学的专业才能用得上 是这样吧 我虽然志向远大 谈听说的这些 我还没想 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 艺术品经营 那你认为你的专业对付公司 有什么帮助吗 我个人认为 如果把国民经济活动缩小为 经营艺术品 那么如何进行计划 组织 调节和监督 把握市场脉动 掌握市场价格 让公司永续经营 你有工作经验吗 马上就会有了 如果贵公司肯作用我的话 你能喝酒吗 能喝 但不需酒 不过如果工作需要 喝 不是工作需要 领导要求 喝 不是领导要求 客户要求 也得喝 如果实在喝不下了 还必须喝的话 那就吃解酒药 喝 你好像有很强的工作欲望 是啊 现阶段 我非常需要一份工作 来肯定我自己 你喜欢听音乐吗 喜欢 如果在工作中可以听音乐 那就更好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公司 需要一名歌手做代言人 你会希望是谁呢 刘达明 抱歉 我们不能用你 为什么呀 我们公司经营艺术品 而你的审美情趣 不太适合我们公司的业务需求 所以抱歉 熊排啤酒 男人最佳的选择 好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这是什么狗屁广告啊 真是恶心 我为什么要扮演一头熊啊 谁的主意 观众是要看该死的熊 还是要看我刘达明 什么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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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这就是你说的有创意 你整我吗 不干了 大明 不要这个样子 你知道这个广告有多少钱吗 八百万呢 难道八百万你就把我给卖了吗 我是熊吗 一点都不真实 要换真蜜蜂窝 要真的 不用吧 蜜蜂可以以后期做特地处理 处理个屁 一个广告总共才多少钱 全被这个该死的铭记赚了 哪还有钱做后期啊 蜜蜂窝 懂这家伙 这样很危险 会出事的 有胆子挣这么多钱 别怕跟蜜蜂亲密接触啊 道具 给我换 好 好 刚才那一条已经过了 现在 从戴帽子开始 再来一条 来来来来 来 各部门注意 准备 开机 熊台啤酒 男人最佳的选择 好 蜜蜂 蜜蜂 这是真的蜜蜂 都不转到里面 不转不转 刘大平 我恨你 你让我丢掉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好 救命啊 你不用解释啊 我一定要告这个导演 他敢跟我来真的 我要告他重伤害 重伤害 你看看 这还不算吗 这还不算重伤害吗 算了 我们是义人 还是稀释宁人的好啊 你说的是屁话 我不能容忍有人骑在我的头上撒尿 你明白吗 你还有脸叫我签合约 这点屁大的事情你都办不好 可是还有一半抽筋呢 那要怎么样 快走啊 快点到医院验伤 然后通知记者 快走 不是要通知记者吗 怎么躲了 你是笨蛋吗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觉得可以上报吗 刘大明在那 快走 快走 别跑 别跑 我在这 我没跑 我在这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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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 等等我 等等我呗 小姐 抱歉 我在躲记者 能帮个忙吗 刘大明 应该就在附近 去找 你是刘大明 是啊 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吗 好 到我哥的面馆去 太好了 我趁恶的发慌 走 什么 你被刘大明害了 就因为那个女主管 不是刘大明的粉丝 结果 我的高薪工作 飞了 没关系 女人是情绪动物 不要因为这种小小的打击 就失去自信 我待会就去面试 你不是工作得好好的吗 干嘛还去面试啊 这叫骑马找马 谁不想找个高薪 又有发展的公司 你呢 哎 今天的五个面试啊 全都失败了 还剩最后一个希望 我先走了 哎 加油啊 你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我不想靠男人给我一个岗位让我养活我自己 你在公司谈过恋爱吗 被伤过心后不曾 所以我保证 五年内不谈恋爱 如果五年后不慎谈恋爱了 我保证五年内不结婚 如果五年内不慎结婚 我保证五年内不伤孩子 所以如果归公司录用我 我能保证安心工作十五年 对不起 你不谈恋爱 心态很可能偏激 工作也就不可靠 所以我们决定 不录用你 你还是请回吧 下一位 关于 关于 你认为 你的这个专业在我们金融服务行业 能学以致用吗 当然可以 金融行业最主要的就是控制风险 毕竟每个融资行业 都会有不同的风险性 如果要把这种风险 控制到最低 那么就不能一心只想着利润 必须要通过组织 计划 调节和监督 你的金融很有看法 谢谢 那是我的专业 那你觉得谈恋爱会影响工作吗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就我个人而言 只会有好的影响 不会有坏的方案 怎么说 恋爱 人在恋爱的时候 精神会高度亢奋 会对未来充满无限期望 所以我觉得 对工作效率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人们常说 恋爱会让人年轻 你目前有女朋友吗 跟姐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我 有的 老师说她是你第几个女朋友 她是我的初恋 不会吧 对不起 我们不能录用你 为什么 我是个专情的人 因为你缺乏追求新事物的进取心 我 好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马上会换女朋友 你给走了 谢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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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来咱们面馆了 太好了 我刚做了特殊味道的原汁猪谷面 哥 你知道她是谁吗 哈尼 不会是你的男朋友吧 诶 诶 诶 你来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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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只...只...只...只想要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快去拿相机 这个是千斐难逢的好不好 我今天还在做梦 吃到有妈妈味道的原汁猪股面 真的 我做的这原汁猪股面 有妈妈的味道 是有妈妈的味道 非常好吃 太好 我叫哈尼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哈尼 以后你想吃面 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把客人全部请走 就为你一个人服务 因为我是你的小粉丝 我们能给你拍张照吗 我也要 我也要 快点快点 做好了 蓝萱 天哪 你不会是跑着来的吧 你可真行 刚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离这十分钟路程的金融大厦面试呢 面试怎么样 别提了 女人啊 都是感性动物 为什么呀 一开始啊 男女主考官对我都特别满意 后来 女主管问我 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有 完了以后 他又问我是第几个女朋友 我说 他手初恋 然后女主管 就说不能用我了 这是为什么呀 是啊 我当时和你的反应一样 我说 我是个专情的人啊 那我就搞不明白 什么理由 他说我 缺乏不断追求的进取心 这个女主管是不是神经病啊 对了 你既然有女朋友 干嘛说喜欢我 我 我 你还故意灌醉我 你到底什么用意 我哪有 是你昨天晚上自己喝多了 我是把你扶着 你跟我老师说 我昨天晚上喝了酒 你有没有对我动手动脚 没有 男子汉大丈夫 跟你说实话 到底有没有 有 你竟敢 我打死你啊 打你 你听我解释啊 你听我解释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穿着拖鞋躺在床上 我是把你盖了被子 关了灯才出去的 这 不算动手动脚吧 那 算我没看走眼 不过我还是生气啊 你既然有初恋女朋友 干嘛说喜欢我啊 我告诉你 你这样很不道德 不忠于自己的女朋友 你知不知道 我说过 我是个专情的人 行了行了 别再跟我说这些恶心人的话 你听我解释啊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告诉你 咱俩就当谁都没见过谁 再见 我说的初恋女朋友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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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谈过恋爱 我甚至 还是处男 女主管 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脑海里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不加思索 就说我有女朋友 而且是初恋女友 结果 就丢了高薪工作 我说完了 我们的爱情 如流星滑落 还是怀念吧 一小时的光芒 你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干嘛跟人家说我是你女朋友 女主管 女主管也没问我谁是我女朋友啊 那也不行 我也没同意当你女朋友 算了算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工作了 是瘦楼小姐 是吗 你比我信誉多了 对了 这是我跟公司预知的公司 这是我还给你的钱 谢谢你帮我 不用这么客气 那好吧 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酒店吗 我问你话呢 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准备什么呀 我想起一个地方 走 姐也带你去爽一下 走啊 我的包 怎么了 什么 天哪 这是什么芥末 嗆死了 看来啊 你是没恐怖享受这顿美食了 你好先生 这是您的账单 嗯 这么贵啊 没吃什么东西啊 小声点 怎么了 没吃 你怎么流这么多汗 这里面太热了 那你肯定是上火了 服务员 再要两份冰糖燕窝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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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不要 不要了 你是不是 紧张担心腹账 我 是有点 哎呦 你可真啰嗦 我不是说过要还你钱吗 这顿饭 就当你请我了 这 这 这能卖多少个蛋饼啊 喂 你大都点好不好 出来吃饭就是要开心嘛 来 干杯 我快点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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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了 跟姐在一块是不是很给力 是很给力 但是也很累奔 你不过是后悔了吧 不 是借吗 呛得我想流眼泪 好吧 等姐发了奖金后 再带你去爽一下 带你去吃又酸又辣的泰国菜 怎么样 你怎么了 我是说虽然你现在找到工作了 但是也不能天天住酒店吧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打算长期在上海发展 那是不是至少先租到房子 总比住酒店便宜又省钱 我明白 你就放心吧 我还有好几张信用卡可以刷呢 我真的头好晕 我先去洗个澡 你自己打开电视看看吧 他好像很乐意当我女朋友 我应该怎么做呢 他会不会对我表态 他会不会对我表态 如果会 关羽 你将成为他的男人 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想拥有吗 自然糖血浴精脆系列 突破性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没了 什么 你没有看到许若萱吗 你偶像啊 你不觉得他很漂亮吗 没你漂亮 没想到你还挺会讨女孩欢心的 怎么办 我该怎么做呢 你干嘛 呃 我 我 我也去洗个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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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 我 我 我 这是一个好机会 你要勇敢一点 好好地把握住机会 加油 关羽 你不应该这样的 哎呀关羽 这可是个好机会 你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关羽 哎呀去吧 死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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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得爽吗 啊 还行吧 抱歉 我以为是在我自己家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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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炮我啊 啊 我 我 跟姐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炮姐 轩儿 我想说的 今天都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白了 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 想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嗯 嗯 那好吧 姐呢 今天就跟你说实话 我现在 不想谈感情 一时悲伤的心很难调试过来 你要是真想跟我谈感情 现在立马给我走人 如果不想谈感情 只是想睡在这里 也可以 不过 从今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联系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你选吧 这很难选吗 我要是你啊 我就选第二种 然后再慢慢谈感情 你 真这么想的 你觉得呢 太邪恶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快回去吧 嗯 我要睡觉了 你再不回去啊 可就赶不上公车了 嗯 嗯 你觉得 我还有机会再选一次吧 选你个头啊 没机会了 快走吧 那好吧 晚上 晚上你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小心阵子出现了 快走吧你 走 再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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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还没睡呢 同居人未归 哪能睡得着呀 看你这表情 芭城市在上海有了艳遇 对吧 跑妞是要花钱的 你舅舅出事 在你找到工作之前 跑什么妞啊 拿来 你干嘛 你住酒店要不要钱 不是 可你这不是酒店啊 搞了半天 你就是为了省钱才住我这的 我 照你这么想 你就是在利用我呀 在你心里 朋友就是相互利用 拜托 我是那种人吗 那好 既然你要长期在上海发展 房租咱俩一人一半 怎么样 OK 成交 便是怎么样 失败告终 你呢 全军覆没 没关系 只要自信没有丧失 机会总会有的 我先睡了 伯伯说得也没错 我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找到工作 关于先生 很抱歉 你不适合我们公司 请回吧 谢谢 您好 帮我一十份简历 好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找工作啊 用点声吧 这个专业不错啊 我们公司需要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下午两点到我们公司来找我 两点准时来啊 我后面还有个会 好的好的 钟哥 稍等一下 王子 钟哥打电话找你 什么事 好像是有个制片人 找你拍电影的事 是什么电影找我拍啊 哦 知道了 你决定吧 干嘛 你在看什么 你用了我的跑步机了 什么 你的跑步机 我没听错吧 我刚才去接了一个电话 跑步机就被你占用了 你明白吗 那本小姐占用就占用了 你找别的用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那对我不重要 这个女人真是霸道 不是 是你不懂分重女性 你在干什么 速度不够 达不到训练强度和效果 你有病啊 你很过分 怪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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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跑步机是会认人的 这跑步机是会认人的 是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给我站住 走 鞋总监 来了 坐坐坐 老板 怎么回事 今天这么热闹 昨天啊 天皇巨星刘大明光顾本店 特别喜欢吃我们白相面馆的面 是吗 大明星光临嘛 当然要拍照临面 是不 一大早 我就把照片挂起来了 嘿嘿 哎呀 这么说 英雄所见略童啊 他也喜欢吃你们家的面 像你这老顾客啊 天天中午吃 太给力了 今天还是一样 白香肉骨汤面加炸排骨 好嘞 您请坐啊 先坐着 我马上过去啊 快点啊 来 三桌 白香肉骨汤面加炸排骨 老板 小伙子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些照片就是铁的事实 目光不要太短且 哎 想象一想 想象一想 当你成为哈士集团首席运营官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威风啊 我讨厌刘大明 喂 我是刘大明的粉丝 你干嘛 我才不管 他昨天害我丢了高薪的工作 小兄弟 昨天你也见到刘大明了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说他害了你丢了高薪工作啊 我昨天去面试的时候 主考官问我希望谁做公司的代言人 我说刘大明 结果我高薪的工作就飞了 嘿嘿嘿 那个主管啊 肯定是个女的 没错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女人的醋劲儿大啊 看来那个刘大明啊 把他伤得不轻啊 唉 别提了 老板 给我来碗白象猪骨汤面 外加两个荷包袋 呦 怎么啊 找到工作了 唉 小伙子 连天红巨星刘大明 都会光顾我的店 所以 我跟你说的 在全亚洲开分店 它不是梦子 唉 要不要假如 我堂堂一个大学生 怎么可能去就看你们面馆啊 眼光要开玉丸 到时候股票一上市 你可是原始股东 只要一套鞋 你这一辈子就翻身了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让自己变成富豪的机会啊 哎呀 来来来来 面来喽 谢谢 喂 刘大明 怎么会和你在一起照相 关系还那么亲密 不叫哈尼 不叫胃 哼 照片干嘛出来啊 他喜欢我没哈尼 唉 那你可以直接找刘大明开分店啊 哎 好主意啊 哎 小伙子 我看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哎 我刚跟你提的那个机会 很难得 你好好考虑考虑 啊 大白天的赶着去捉奸啊 我偏不让你过 哎 喂 喂 你的司机 原来是他 噢 噢 对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人这样戴围巾的吗 我的围巾很漂亮 不可以吗 当然行 你挂满五颜六色的围巾也没人管 不过围巾要是破了的话 送我多管闲事 唯媒是用大灯闪人 那是我脾气好 换成别人可就难说了 你脾气好 小姐你真爱说小 你什么意思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天蝎座的女人 心胸狭小爱憎分明有仇必报 不会是我猜对了吧 没错 所以以后请你离我远一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香水 你的香水未让我如此的着迷 怕来不及 你已离去 留我依然在初见的目的地 翻着雨里 过了一季 往事里再心却又不曾提起 你的信息不愿删去 抬过着你来 沉吻你的气息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都会将它拖破山岸 往永迪刻在想念的深处 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 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虚呀 保护可重温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都会将它拖破山岸 都会将它拖山岸 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 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可重温 你的眼睛还在我心里 看随着我每次孤单的呼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肯定很幸运 救 taco 一班便 还保护... 这是香港修正的 是防守? 之我们照顾的 避免 画面 automatic 一